在两次世界大战中 潜艇投入战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水下航行时所用的是蓄电池电动推进的方式 电池容量有限 如果蓄电池能量耗尽以后 潜艇必须浮出水面进行充电 这大大降低了潜艇的隐蔽性 使潜艇成为只是一种能够潜水的军舰 而且由于电力推进航速较低 严重削弱的潜艇作战能力的发挥 1925年 德国人搞出了一款不依赖空气的发动机 所谓的不依赖空气 就是除了油箱 再设置一个氧化机箱 储存过氧化氢液体 把原来从空气中吸取氧气 变成了自己准备氧气 然而由于过氧化氢液体安全性过低 实用化仅仅开了个头就结束了 更何况 这种所谓的不依赖 也是建立在自行携带氧化剂的前提下 真正的不依赖空气的发动机的曙光 出现在30年代 1934年 费米发表了关于核裂变的论文 1941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他的指导下 建设了第一座反应堆 1942年 芝加哥大学的反应堆 第一次实现了链式反应 二战期间 物理学家菲利普·艾贝尔森 提出了使用核能 来作为船只动力员的观念 他撰写了世上第一篇 《如何将核反应堆装置》 安装在潜艇中 可同时提供潜艇航行时 所需要的推力和电力的报告 在报告中还提到 可将潜艇用作一个导弹发射台 等于是将潜艇的作用 由战术攻击舰艇 转化成为了战略武器平台 在美国 最先考虑原子能用作潜艇动力的 是时任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 机电处主任 著名物理学家 罗斯·刚恩 如果说刚恩等人 是核潜艇构想的提出者 那么将这一设想最终变为现实的 就是被称为核动力海军之父的 美国海军上将 核动力科学家 海曼·乔治·李克福 核反应堆装艇的困难比较多 由于潜艇的空间有限 水下作业需要耐压壳的保护 还需要保证福利 对反应堆的体积和重量 要求都很高 功率也不能降低 由于耐压壳的特殊性 还需要比较方便的 在壳体内进行维修保养 由于是作战潜艇 还要保证在受到爆炸冲击时 能有足够的安全性 当时美国海军核动力项目主管李克福 主张建造两座反应堆 其中一座是陆地模式堆 这个反应堆的用途 是在路上获得足够的安装调试经验 为装艇反应堆的顺利进行 提供经验和教训 而且还必须建在一个 和未来反应堆舱室尺寸一样的样板间内 这样可以直观地帮助 核潜艇动力部分的设计工作 1950年秋 美国海军与西乌公司 签订建造陆地模式堆的合同 该公司当时正在研究一种 压水型核反应堆 这种反应堆的结构紧凑 最终建成了ST-21陆地模式堆的直径和高度 均为1.83米 即使加上屏蔽核敷射的外壳 也能装艇 李克福主张第一艘核潜艇 不能仅仅作为实验艇 也要具有战斗能力 主要设备都经过水下冲击试验和耐久试验 1950年8月 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 签署了文件 决定建造第一艘核潜艇 该艇被命名为鹦鹉罗号 1951年8月20日 美国海军与电船分公司签订建造合同 1952年6月14日开工建设 1954年1月21日下水 9月30日服役 在鹦鹉罗号建造的同时 陆地模式堆的建造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1953年5月31日 陆地模式堆达到了临界状态 开始发电 6月25日达到了满功率状态 经过24小时的工作后 工程师认为已经采集了足够的数据 而李克福认为只还远远不够 他要求进行一次模拟横渡大西洋 在控制室内挂起了一张标注着 从美国西海岸到英国最长航线的海图 经过四周夜的连续运行 核潜艇的标志成功抵达英国 相当于航行了2500海里 这为后来的海军上将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的要求 在鹦鹉罗的建造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鹦鹉罗号艇长98.7米 宽8.4米 吃水6.6米 水面排水量3533吨 水下4092吨 动力系统为一台S2W型压水核反应堆 两台蒸汽轮机 功率15000马力 最大浅身213米 双轴双桨 水面航速22节 水下23.3节 艇员105人 自持力50天 武器系统为停手装备的6具 533毫米 HK54型水压式鱼雷发射管 被弹24枚 MK50鱼雷是一种自导鱼雷 可以自动追踪目标 装备的声纳是AN BQR 2B或3A型 手部声纳 性能一般 航速超过7节 就会因为引擎噪音太大影响工作 鹦鹉罗号核潜艇的外形 采用的是二战时期常用潜艇外形 与后来的水滴型潜艇之间的过渡艇型 俗称精手 这种外形的基本特征 是垂直的手柱为圆弧型 杆弦较低 上甲板呈平直形态 而原先的外形更加注重水面航速 就像一艘普通军舰的上层建筑缩小 船身封闭 设计上更像可潜军舰 鹦鹉罗号的手水平舵 尾壳收结构 不使用时则可折叠收起 在手水平舵的后面 有一个毛穴 毛就收藏在那里 指挥台尾壳扑面 呈机翼流线型 位于艇中间偏靠艇手的位置上 尾部基本上采用了 常规动力核潜艇的尾部结构形式 尾垛位于螺旋桨的后面 但是尾锤直舵 却分成了上下两块 与尾水平舵呈十字形布置 鹦鹉罗号采用单双壳体混合结构 挺体中间部分的耐压壳 直接暴露在外 以保证反应堆舱的空间 手尾部的耐压壳外 依旧有一层薄的非耐压壳 耐压挺体总共分为六个舱室 其布置顺序 从手至尾 依次是鱼雷舱 居住舱 作战指挥舱 反应堆舱 主机舱和尾舱 鱼雷舱装备有鱼雷发射管 和备用鱼雷 总共携带有24枚鱼雷 其中6枚装备在鱼雷发射管中 18枚备用 鹦鹉罗号作为作战指挥舱 后面是反应堆舱 整个动力装置占挺身的一半左右 动力舱室的上方 由千板屏蔽核辐射 开辟出一条人员通道连接尾舱 鹦鹉罗号未设置尾鱼雷舱 这一点与美国海军的 舰队型海艇的舱室布置有所区别 不过增添了一些舰队型潜艇上 不具备的设施 例如自动洗衣机 干燥机 图书室 以及放射性气量检测室等 此外装备的大功率空调系统 可以使艇内的舱室温度 保持在20到22摄氏度范围内 相对湿度保持在50%左右 1954年12月30日 鹦鹉罗号上的反应堆开始起堆 经过4天的试验 反应堆逐渐提升至满功率 1955年1月17日 鹦鹉罗号进行了首次正式出海 于11时 以灯光发出 我挺正义核动力前进的信号 1955年到1957年间 鹦鹉罗号持续地被用在 增加潜航速度 与耐久的研究调查方面 1954年1月21日下水 到1957年4月 第一次更换燃料棒式为止 鹦鹉罗号总航程达到 62526海里 仅消耗了几公斤油 鹦鹉罗号还以首次水下航行 抵达北极点而温命于市 其所展现出的核潜艇巨大的魅力 还不仅于此 自其服役之后 美国用它多次进行了潜舰对抗 以及反潜演习 1955年5月10日 鹦鹉罗号核潜艇 开始往南行驶进行暖车 以完全潜航的方式 自新伦敦航行到波多黎各的圣湖安 其中有2223公里的航程 是在不到90小时中完成 打破那时潜艇最长潜航距离 与最快持续潜航速度的世界纪录 它还以二世纪的平均速度 完成了从佛罗里达基韦斯特 到新伦敦支舰1397海里的航行 1955年7月至8月 鹦鹉罗号首次进行了作战演习中 它轻而易举地战胜了 包括一艘反潜航母在内的反潜编队 在这次对抗演习中 鹦鹉罗号共击成了7艘敌舰 随后在北约所组织的名为 反击的演习中 收到鹦鹉罗号攻击的水面舰艇数量 达到了16艘 其中包括航母两艘 重型巡洋舰一艘 以及驱逐舰九艘 其中的四艘为游轮与货轮 据美国统计 鹦鹉罗号在历次演习中 共遭受了5000余次的攻击 据保守估计 若是常规的潜艇 它将被击沉300次 而鹦鹉罗号仅为三次 展示了该潜艇确实具有 无间不摧的作战能力 在演习的过程中 鹦鹉罗号可以凭借 接近24节的航速 随意地对大多数的 水面舰艇发起攻击 水下平均航速14.4节 但是同时也暴露了巨大的问题 首先潜望镜成为了 十分醒目的雷达探测目标 而当自身航速超过8节的时候 产生的水流噪音 就会使艇上的声纳失效 经常需要降速以完成探测 再加速至20节以上 艇长还发现 火控系统的反应速度 跟不上潜艇的机动性能 在指挥的七次鱼雷攻击中 只有两次命中目标 使得鹦鹉罗号空有突袭的高速 却难以充分把握机会 而且水下航速 还要进一步地提高 至水面的舰艇最高航速相当的程度 以充分发挥潜在的军事威力 鹦鹉罗号作为世界上 第一艘问世的核潜艇 虽然现在看来 它的技术很简陋 但是对于全世界范围内的 潜艇技术发展 具有巨大的推动力 在潜艇技术迅速更新换代 潜艇战术的发展变化 以及反潜战术 及技术发展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愧是潜艇革命的先驱 和潜艇发展史上不可遗忘的一笔 1980年3月30日 鹦鹉罗号退役 在经历了拆除核装置的工程后 被安置在格罗顿作为国家纪念品 并开放了除反应堆舱 和作战指挥部之外的舱室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 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